双北的疫情是严峻进到便利商店 民众也一定会配合政府的实联制政策来登记资料 或是使用手机来扫描QR Code 不过位在新北市淡水 日前有一名男子是到了住家附近的超商 不满二度进到商店里还要登记 就和超商的店员来爆发口角冲突 而这一幕都被后方的民众录影拍下 新冠肺炎双北疫情严峻第三警戒 现在对于公共场所大家都相当小心 就算是进到便利商店 民众也都一定要配合政府的实联制政策 登记资料或者是用手机扫描QR Code 不过位于新北市淡水 日前有一名男子到住家附近的超商 不满二度进到店里面还要登记 就与超商店员爆发口角冲突 你早就登记是没有住我去的 没办法 这没办法 你明知不办 这位先生他早上已经实名制了 然后那店员就 然后现在他是下午来 那等于说他一天来两次的意思 然后店员就说 对不起还是要再实名制 然后这位先生就觉得说 为什么我来第二次还要再实名制 这样太麻烦了 然后就非常生气了 就骂店员这样子 怎么不会那么变通啊 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这样的画面全被后方等待的民众看到并且用手机拍下过程 募集民众说他在等待结账时听到前方男子说他早上已经来登记过了 为何下午来还要再登记一次与店员争论 认为每次进超商都要重新填写资料太麻烦 而这一幕都被后方的民众录影拍下 民众说现在疫情严峻 应该要配合而不是让自己方便 其实我觉得很多民众还不了解 到底是要实名制的还是不需要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还需要再多教育一下民众 就是到底要还是不要 当如果是说有被教育了 就是说是要的或不要的 那我觉得就可能就不会减少这种冲突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不了解 对此后方拍下影片的民众表示 也许有些人不是很了解实联制的规定 认为应该要多多宣导每一次进到店家 必须都要扫描或者是填写 让民众知道并且遵守 而这样的规定也是落实防疫的重要工作之一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配合 一起度过这个艰难时刻 记者许多安一带出赛访报道